哈喽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萨尔达小教室要来跟大家分享初始空岛的第二技能 余料建造的神庙位置机攻略 这座神庙名叫一恩伊萨神庙地点在坐标0022-1503-1408 神庙开启的条件是当救济手能力获得之后 这个神庙就会出现在地图上 这个神庙的内容有两个关卡 两个宝箱 刚开始进去之后预设的能力就是余料建造 可以将盾牌或是武器跟旁边的石头做结合 结合过后就可以用坚硬的石头去敲击前方的石头 经过第一关卡后会遇到几根石柱 其中一根石柱上面有宝箱 一样是敲碎之后宝箱就会掉下来 然而在旁边的通道可以看到有很多火焰果 非常重要一定都要拿下来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弓箭的话 按着ZR拉弓再按上键就可以选择火焰果 利用余料建造可以合成火焰剑 射击上方的库叶宝箱就会掉下来 接着回到刚刚石柱的地方往上走 就会到最后的关卡 要跟一个魔像对打 同样也可以先烧地板让敌人掉血 顺利解决之后使用前面合成的武器或石盾 就可以轻松过关啦 好的以上就是神庙的解题方法之一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超有创意的解法 ZR拉最佔就是有1万种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恳求大家在留言区分享给我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 或是加入肉铺会员 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 如果觉得废话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